天啊 妳敢喝嗎 喝喝看 我剛剛也都喝的那些 妳在外面喝的就這個樣子 很好喝 很好喝 喝完以後大海 很好喝 奶奶的 她吃完之後跟真的差別在哪裡 會流汗 會心跳加速 不是 而且我們現在喝的是冷的 如果是熱的 你看有多好喝 甜甜香香的 你喝喝看 我告訴妳阿爸的 真的 八碗起司 我也都喝完 雞雞還在嗎 讚 我只關心這個 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 沒有這所謂的塑化劑 所以OK的 但是它是化學湯 它不是天然熬出來的 跟真的差別在哪裡 喝完之後吃這種麵 會覺得很口渴 口感嚇壞 有一種叫什麼 中國餐廳館症候群 就是這種調味劑 這個味精太多 所以每次有時候 我出去跟餐廳講說 不要幫我放味精 那個根本沒用對不對 妳說湯底裡面可能就已經有了 怪不得我每次去什麼百貨公司 那個樓下去吃拉麵 我就說叫他不要放味精 我說奇怪都叫你不要放味精 他都說我沒有放味精 這個湯裡頭就是味精 他說我那個動作 我那個動作裡面 沒有味精這個動作 把麵煮好了丟到碗裡 把高湯撈上去 把肉片夾上去 沒有放味精 如果你把拉麵放下來 蔥花放下去 就一碗拉麵 那怎麼區分我現在吃拉麵 這個所謂的高湯 是真的熬出來的呢 就吃完之後的感覺 要有一些豬肉屑嗎 如果不是老饕 真的不容易 因為我們 你們這些賣拉麵 有真的不要臉 一碗賣一兩百塊 然後放一些化學物吃死我們 沒有 這個東西真的就跟消費者的消費習慣 是有密切關係的 很多人去吃麻辣鍋 總是喜歡一個人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吃 每個人只要花一百塊錢 你還要他吃到飽 還要他拚命的家 還要他送三種口味的冰淇淋 他哪有本錢 他就一定從這個地方來 所以我如果去吃一份 一千塊錢的火鍋 我就安了嗎 是這樣子嗎 我們不能說便宜就沒好東西 不過商家的信義要小心 如果他沒有看到 你看熬有大骨湯 你如果沒有看到大骨 你會相信嗎 所以眼見為憑 可是如果我這種湯 好 我現在就針對湯頭來講好了 我出去以後我可不可以帶一個柿子 一測就知道這個湯有沒有問題 對 就便宜的方法有什麼 沒有 這個便宜的方法 不容易 不容易 誰能發明這個就太好了 因為食品的調味劑太多了 你沒辦法 因為它是主於總合體 它這裡面有味精 甘味劑 香料 還有香辣的這個辣粉 譬如說胡椒粉 全部加到這個裡面 所以真真假假混在一起 所以不容易區變 所以還是我們身體最清楚 如果你吃了覺得可有口肝舌燥 有覺得心跳加速 流汗 那麼要小心 這可能自己就快點 那都要已經先吃了 知道自己在口肝舌燥心跳加快了 下次就不要來了 你疊第一次交 算你不小心 一次死不了人 如果四次還要再來 那就是你活該 好啦 所以現在看來 一時半刻好像沒什麼好辦法 可以解決這些化學湯器的問題 大家自求多福 就是飲食要均衡 這個要吃 那個要吃 今天傷肝的話 慎休息一下 明天傷到慎了 讓肝打個盾 不然怎麼辦 不是 還要一個辦法 我們兩個先去買凝固塔放了 好啦 今天晚上今天關 要好好的休息 要讓自己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10點鐘 週天宇樂台新聞 音樂通 拜拜